歡迎收看這集的老四科技車 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這集的老四科技車 看到這個Nike的標誌了沒有 IS200 不是 怎麼可能這麼簡單的車要介紹給你們 這台是2016年的RC200TFSport 數量非常的稀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流出四面的很少 我在網路上看,看不到幾台 2016年的,然後它是2.0四缸渦輪增壓的引擎 引擎的馬力有245匹 35.7公斤米的扭力 8速的手自排系統 好,我們來看一下外觀 沙漏型、漏漏型、水箱護罩 但我覺得它這個鍍鉻是比較有質感的 它不是那種亮面電鍍的 你看它帶著一點點的這種霧面的金屬烤漆 我覺得這看起來相對是質感是比較有 然後這有一個很白藍的東西就是這個 我以為它是定位燈,就算是霧燈 而且我跟你講它打開是白色的 霧燈顧名思義起霧的時候開的 所以它必須要有穿透力 通常有穿透力是要越黃越有穿透力 金黃色 白光的話會被霧打散 所以它這個我覺得是好看的成分居多 然後看到這Mark不要以後它有跟車 它沒有跟車好不好 然後這叫什麼陣列式 那是什麼陣列啊 那是陣列嗎 那就排了排去就陣列 19寸的鋁圈 我記得它是前後配的 來我看一下 前面是23540-19 後面是26535-19 後面的輪胎比較寬 而且比較薄 然後搭配了原廠的六合塞卡鉗 雙色的槍色切銷型的鋁圈 來看一下側面 我覺得它我最喜歡的地方在這裡 第一個就是它這邊稍微有一點收進來的這個護定 側裙我覺得這邊還蠻漂亮 雖然屁股輪弧沒有特別的膨 但是呢看到沒有這個 這個在哪裡看過你知道嗎 GTI GTI的車頭 還有那個 阿嬤啊 銀昂 阿嬤 阿嬤後面也有這個 意媚不明 它這個也沒有通風的效果 就是做幾條線這樣 可能就是 沒有通風 沒有通風啊 這沒有洞的啊 就是一個修飾而已啊 所以你拿掉也沒關係啦 這沒有用的東西啊 這台車後面呢 原廠一樣帶了一點點小小的壓尾 阿嬤我想要讓你來開一下這個後車廂 開 開後車廂 很難找對不對 對啊 好 這我第一次找一找半天喔 你會先摸到這個 摸到這個 又摸到這顆 又摸到這個 摸到這摸去 其實還在這裡小小顆而已 這一開始是不好找 然後後車廂看一下 喔 一個標準的備胎 然後千斤頂 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 就這樣 當初新車是278萬 它當然有等級更高的啦 我記得還有什麼RC-F嘛 好啦 我報一下給大家聽好了 有RC-300H RC-350 還有RC-F RC-F極致版 價格從298萬到420萬都有 好 看一下那一裝 它底下還有一階是新車238的 叫做RC-200T的豪華版 我們這是RC-200T的F-SPORT NAVI版 當初打開這個車看到就是 欸 IS-200 基本上我覺得大同小異 那除了這個座椅喔 做的比IS-200更薄 然後稍微比較有包覆性 那它這個椅座的折疊是有電動的 但後座悲劇 你看那邊前座已經直接頂到後座了 非常的悲劇 不要想再人 但它這個電動就在 把它這折回來之後 它自己就會回來原來的位置 好 然後它也要靠盲點 自動頭燈 ASC我記得是在調那個聲浪嘛 好像是模擬聲浪吧 然後這邊也用一種像蛇皮紋 這個也很像BMW 不過它是鋸齒型的 好 不過皮質是蠻軟的啦 上車我覺得有一個蠻爛的 中後打來講一下 當然高級的房車中間 一定都要有一個小時鐘 上面是打Lazos 好那一樣它有支援這個 讓你方便下車的功能 這個講比較好聽一點 叫什麼功能 人性化 懶叫你自己編齁 我怕你去找 呵呵呵呵呵 好 這很白藍啦 這個是最白藍的 這是我覺得第一個 我真的覺得這些車廠不知道衝三小 你看我現在弄的時候 這邊會有光點在移動 它就有點像筆電的觸碰板一樣 這真的很白藍 所以你手會一直誤觸 你如果手習慣性放在這裡的話 你看很容易誤觸 對你給你馬子手要在這邊牽著開車有沒有 這邊一直觸 啊你沒馬子 不好意思 呵呵呵呵呵 到底到底在那裡 呵呵呵呵 好它這個 還有一個這個蠻有趣的啦 它這個調整溫度的是利用這一根感應棒 這個我覺得就是真的有一點創新 我覺得這就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比較創新的科技 馬克利民森嘛 這Lazers上面都很常會看到的 那這邊有一個可以調 Echo跟一個Sport Sport Plus 它有三段可以調整 你調到Sport之後呢 據說它的模擬聲浪會依照你的轉速跟速度 會有不一樣的聲浪出現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試一下 那這一台前車主有更換這個顯影 一台看起來很廉價的車子的顯影 那個車媽的 很像阿呆用Photoshop畫出來 呵呵呵呵呵呵 有沒有 欸它是奧斯頓馬丁 它是馬丁是不是 對啊 你看這樣從往上往下看 你就知道是奧斯頓馬丁 因為它剛剛開機畫面是有整體的車子 你說發動的時候嗎 對啊 好我發動一次 真的嗎 好我先熄火 好囉 Lessus 不要理它是不是 喔 對對對 Lessus 奧斯頓馬丁 呵呵呵呵 聯名款 呵呵呵 聯名款 呵呵呵呵呵呵呵 喔我剛剛重發發現一件事情 你看它的 媽的我最討厭就是這個 這真的要閒的話 那媽的 我真的不太行 簡體字 你看我重發 有沒有 簡體字 有沒有看到 我覺得這個不是說我們要挑起那個省級或種族的情節 國籍的情節 你知道嗎 那只是一個個人的習慣的問題 好跟那個政治沒有關係 你常常在抖音IG上面看到那種大陸的抖音女生其實有真的不錯對不對 有一天你真的跟他關起你房門來 好棒啦 好棒啦 快點啦 快點 好 你可以嗎 我不行 你可以嗎 先不要 你可以嗎 我不行不行 唉唸 快不行啦 哈哈哈哈哈 好不好 我說這不是政治 這也沒有歧視 這就是單純說我不習慣這個東西 對 這是習慣問題 就是要聽到習慣的那種聲音 看到習慣的東西 不要怕我 真的沒有其他的意思 小粉紅不要怕我 那就是單純的不一樣 真的啦 好 國外外國的我也不行啦 國外你可以嗎 不行啦 yes baby 太暴力 幹 你不知道在吐口水還吐什麼 看他一直在吐口水覺得好髒有沒有 你可以嗎 不行 你也不行 你口味跟我蠻相近的 我也不行 我覺得好髒 好像就這樣而已嘛 就這個盤很爛 然後媽 我剪體質不太行 有天窗 它這個黑屋頂的 上面是絨布 那這邊是雞皮的 我跟你講這就是一台Lazos 開看看就知道了好不好 為什麼ISF的時候我那麼興奮 然後RC反而我上來沒有那個興奮感 因為這不是RCF啊 還是不一樣 對啊 那價錢 價錢的啊 幹 我們是那種看價錢的人嗎 是嗎 是啊 不過其實以稀有度來講 我覺得這台車身的路上也不多啦 好啦 出去試一下好不好 走 快點 下雨 好 直接試好不好 然後 幹它這有什麼好講的 開起來就是IS200 哈哈哈哈 不過我跟你講我有一個感覺 就是它開起來其實過坑洞的時候 比IS200差點 就是過坑洞的時候 彈跳沒有IS200那麼大 不過開起來是真的 我覺得是滿舒服的 我跟你講這台車很神奇 它外觀的長相對不對 跟它的內裝搭不太起來 然後它的內裝跟外觀以外呢 跟開起來的感覺 又搭不太起來 對 這是一台很莫名其妙的車子 外觀我覺得看起來是霸氣是夠的 但是竟然內裝你一看 它就有IS200 哈哈哈哈 然後開起來的感覺呢 又很斯文 它是屬於這個有Toyota感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子 真的是一台還滿神奇的車子 我也是第一次買到這個車 估駕的時候 哇很興奮 外表開進來 哇藍色帥 戰鬥氣型 我就想到我們去搜那個ISF的時候 我就開始熱血沸騰了 然後客人下車 你好小事我跟你約在估車 好啊車就有看一下 門一打開 那就IS200 真的我第一次看到它 第一次見到它 第一次把近距離接觸把門打開 我就是這個反應 這有很屌嗎 哈哈哈哈 我心裡是這樣想 那當然估駕的時候 還沒有開過嘛 對不對 好那這後來真的談完了 買了現在開起來以後我發現 哇它開起來其實是一台溫溫如雅的車子 它的油門很輕快 然後呢它過坑洞的那個感覺啊 坦白說有一點點的舒服 它會有一點像船一樣的這種搖晃感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過彎呢 又比Toyota車來的 以前我們說的那些Toyota車來的 當然是比較淋漓的多 方向盤打其實很靈活 你看喔打一下就動了 打一下就動了 好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一台車是非常多層次的一台車 就有一些女的你看到它的樣子 跟你認識它以後 跟它熟了以後 又是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又到了關起房門來的時候 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所以這一台車就是什麼 你認識它的時候 哇覺得這個女的很有殺氣 很辣 現在年輕人還用辣這個字嗎 筱吧 筱 現在年輕人用筱 真的假的啦 筱在我們那個年紀是很難聽的一句話 稍勒 很難聽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啦 我等一下路邊找個女人下去 你跟她講說你這個燒貨 你看她會怎樣啊 哈哈哈哈 好我剛剛講到哪裡 一個女生你認識她 你覺得她很辣對不對 很筱 筱對那種感覺 你稍微跟她熟了以後 就等於是門打開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內裝 稍微走近她內心一點 其實好像還有點底韻 蠻斯文的 然後更熟 關起房門來的時候 你本來以為 會有一場翻雲覆雲的戰爭 殊不知關起門來以後呢 它就跟良家婦女一樣 給你平平淡淡的就結束了 有沒有 稍微讓觀眾朋友可以體會一下 我形容這台車的感覺 蠻貼切的 很貼切對不對 你覺得哇 看可能會有很多招式啊 服務會很到位啊什麼 哇你一直想像想像 真的讓你開到車了 關起門來了 就這樣喔 就照著那個流程 一步兩步 結束了 好 謝謝 六十錢 而且 蓋子都是很平庸的服務 就顛覆你的想像 所以這是我這個第一時間 把這個車開出來以後 最大的一個感覺 那我們還是要講一下它的數據 這個是245匹的馬 然後是在這個5800轉的時候 那35.7公斤米的流力 0到100官方數據7.5秒 所以這個車其實已經在一個 我們現在的車 因為現在車都渦輪 裡面你說特別暴力其實沒有 那也不算慢的啦 但我覺得這個車我跟妳講 開起來適合什麼樣的人 妳身邊有沒有一種朋友 他就是 他很想要虛花 可是他又不敢 他想要買雙B 想要買一台跑車 可是又覺得說他養不起 你知道嗎 燜燒又買不到那種的 你知道嗎 如果今天有一天他想要去買一台 跑車或是雙B的車 Posh進口的車 他又很擔心說 養護上面有困難 所以說呢 這台車就最棒了 為什麼 高級Toyota 對不對 在這裡買了還想問 他外觀也真的很霸氣 那也不至於是軟腳貓 但是 比起他的外觀來 其實動力來講的話 開起來稍微遜色一點 因為像我現在邊開邊聊到現在 有沒有 我們大概開十來分鐘 我真的覺得 我很像在開一台Toyota 很輕鬆啊 我完全在坐姿方面 在油門的反饋方面 煞車方向盤操控上面 我超輕鬆的 完全不需要 花任何多餘的時間跟頭腦 去適應這台車不用 你只要開過Vios 開過Artis 開過Camry 你開過CT200 你一坐上來這台車 你就會非常救手 我跟你講 那時候ISF還沒有這樣喔 你知道嗎 ISF還要習慣一下 這個不用 因為它就是最一般版本 因為它還有更高等級的RCF 但這一台是比較平價版的 當初是278嘛 然後它就是200T的新引擎 雙渦流的這個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搭配VVTi基本的 跟它的D4S技術 就是我們之前在86介紹過的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水冷的進氣冷卻 反正它就把很多的東西都丟到裡面 那它設計出來這個平價的東西 所以一上來非常容易操控 你不用在那邊喬坐姿喬半天 它的椅子呢 包覆性稱不上是非常的好 它有包喔 它的大腿的地方其實有幫我支撐住 那對我來講椅面是比較窄的 可能我最近比較胖一點 可是有提供到稍微的包覆性 背部就還好 腿部的支撐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椅座對我來講也是短了一點 但是還是很輕鬆很舒服 很容易上手的一台車 所以呢 你想帥又怕花很多錢養 又怕養不起 買這個就對了 而且這個非常適合像我這種喜花的人 你想要開台車出去 人家會覺得多看你一眼 你回來又好照顧 省優 平均12公里也蠻省的 好不好 就買這個就對了 我今天這個介紹結束 差不多就這樣而已啊 坐起來是不是也蠻舒服的 就舒服啊 沒什麼特別的 你是不是覺得做一台Toyota的車的感覺 好一點Lasus 高級Toyota 不過隔音是真的不錯喔 我剛剛講半天開高速公路 到現在其實它隔音表現是好的喔 風切聲什麼都抑制的很棒喔 對啊所以這車有什麼好挑 又帥 真的蠻輕鬆的啦 然後山路的過彎 我其實用的是大約他們這個 現在山道上面的線速大概是50公里啦 然後沿路開其實都蠻舒服的 因為下雨天啊 我不要開太快 過彎也有點軟 對因為我剛剛在過彎的時候 遇到坑洞彈跳的時候 車身會有點晃動 那時候我記得是巴速手自排 然後我把它打開S之後喔 它這個就有點像電子油門加速器的感覺 就是你踩的範圍跟反應 稍微變得比較快 可是這個我在網路上看到有很多人 覺得說這個車的車重太重 可是我坦白說我覺得 對我來說我覺得不會啦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你開這種 甚至已經200多萬的車子 你過坑洞還是應該要有質感 我對於當時我試IS200T的時候 我覺得它最大的一個敗筆 就是它過坑洞的質感 我覺得是不好的 比起這一台 RC來說 我覺得那個車過於彈跳 過於講求運動 然後造成說 你一般在通勤使用的時候 你過了一些稍微大一點的坑洞 或者是這個路面的 增縮縫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那個彈跳的質感是 我覺得是不理想的 所以剛好這台車它的車重 讓我覺得說其實 反而我是喜歡它這種車 開起來稍微過坑洞的時候 感受到它的一個重量感 你知道那個 我上次看一個笑話有一個人說 他去書店買了一本書 叫做制服誘惑 聽起來好像不錯對不對 回去打開看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那是一本佛教的書籍 它教你要如何制服你自己的誘惑 還有一個 也是跟宗教有關係的 我有好幾個 第二個是那個 不是說路上紅包不要亂撿嗎 對啊 因為怕撿到冥昏了對不對 教你一招要不要 你下次看到紅包把它撿起來 你把它拿去有沒有 廟裡面天香有錢 讓佛祖跟它拚了 這第二個有關宗教的 第三個有關宗教的是 教堂 你如果說 你去用教堂的Wi-Fi 看A片會怎樣 我怎麼知道啊 我在問你啊 我最近為什麼都看宗教A片 不是啊 為什麼都看宗教笑話 然後被砲了 靠北啊 不是因為這車 我真的不會講耶 阿呆你回去看一下 其他車評怎麼講這台車好不好 呵呵呵呵呵 為什麼可以講出一堆 我待會只想要在高中 試一下它那個ASC的聲音 不過它這個方向盤的換檔啊 其實速度反應沒有那麼快喔 這台跟上次的那台很像 這台的那個快波換檔的速度啊 降檔跟升檔的速度啊 你看 跟那個上次的A5一樣 慢了半秒 你看喔 我再試試給你看 我不知道你拍不拍 可是你目視 阿呆你一定目視得到 你看 比如說我現在這樣2對不對 它已經過3了 你才看到它轉速掉下來 你可以聽到我撥 撥那個快波的聲音喔 再一次喔 我等一下 過這個彎道以後我撥 你看 我現在在D3對不對 我等一下說撥的同時我撥 你去看它那邊喔 來喔 撥 好 三檔喔 換3 有沒有我按了以後 它數字跳 然後你再看它轉速動 所以慢了大概0.5秒 就是說它的反應沒有那麼即時啦 我覺得這個不能講說是 車款的關係 我覺得現在的渦輪增壓車 應該都有這個問題 上次的A5也是這樣 就是說你在彎中 你出彎的時候 你油門的再加速 其實反應是會稍微遲鈍 有很多人會講說有沒有開Sport啊 或什麼什麼 我告訴你 除非這台車是你的車對不對 你練的如火純青 你知道什麼時候該退檔 什麼時候該進檔 你提早做這件事情 可是你要練得很如火純青 我覺得才有辦法 在彎中的加速不遲疑 出彎的再加速不遲疑 除非你的這個東西 練得很厲害 不過應該沒有那麼無聊 為了這個去練 為了別的倒有可能 我來試一下聲浪 你說它加速特別暴力 其實沒有 只能感受到一點點的貼備感 它就是很平順的加速 然後我要把聲音關掉 我現在把ASC關掉 沒有了 有差 有差 對啊 有一個牛的聲音被關掉了 對不對 對啊 你只聽得到引擎稍微加速的 很斯文的聲音 所以ASC是有用的 而且它的ASC的聲音的調整 不是ON跟OFF式的 它是微調式的 可以調音量大小 對它可以調音量大小的 阿呆你 如果是你的話 這台車的外觀 你可不可以 可以啊 外觀可以啊 滿歲了 會不會阿呆你就是這種人 這樣悶燒的人 對 你花不下去啊 啊我幹 對你是喜花的人 對 所以這車蠻適合你的 不考慮一下嗎 又要考慮了 又要考慮 你不覺得蠻適合你的嗎 是蠻適合我的啊 對不對 就是一個外表很帥氣 那剩下的東西就是很平實阿 坐起來舒服 開起來舒服 隔音也好 然後毛病又少 脫散率又高 好車不買嘛 超適合你的 這個還比GTI更適合你 你不覺得嗎 是嗎 因為我GTI有比較多個門 你是要載幾個人 我還是要載載父母 靜靜孝道 父母只希望你趕快交個女朋友而已 哈哈哈哈 不用管到那邊去 好不好 哈哈哈哈 其實真的到了一個年紀雙門車真的很難長期持有 有時候現在都很羨慕人家出門可以開著跑車 我心裡還是有跑車夢 我覺得雙門車還是更加的流線 但是真的礙於現實 除非你有兩個車位兩台車 或者是你真的就是單身貴族才有辦法 你就算交女朋友 我跟你講你也很難開雙門車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東西很多 對啊你要放他們東西很多意思是 他東西很多 女朋友們 到底到底放在那裡 哈哈哈哈 哇他們東西很多 哇操 沒有真的娶老婆 就算沒生 像我沒生小孩 我要載小狗 抱來抱去 載小貓就很麻煩 雙門車現在基本上 我上次跟我老婆抱怨 我買了一大堆的雙門車 我卻沒有一台 有辦法開的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發現你們老闆很喜歡買雙門的車 哈哈哈哈 那你都只開休旅車 對然後我自己只能開 我不是我只開休旅車 我只能開休旅車 我雙門車對我來講 其實有困難 我跟你講 除非你今天是一個單身貴族 像阿呆這種 我覺得你就可以開雙門車 旁邊放包包 你載小貓放旁邊就好 那你偶爾你要出去爬其他的時候又帥 而且我跟你講 一台車兩個位置 女孩子坐在旁邊 會有優越感 我就是屬於你的 那種感覺 真的啦 買一台雙門車你就很快就脫離單身高 你下次就跟女生講 小姐我的手機APP告訴我 你今天沒穿內� 女生一定會回答說屁啦我有穿 欸習慣怎麼會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不好意思 我手機時間慢了 他是說一個小時後 你會沒穿內褲 你那個Tinder換成那個MASA ID頭貼了沒 沒有我就跟你說Tinder我刪掉了 我幫你拍MASA ID照片 就是要給你用的 我懶得社交 懶得社交要幹嘛啦 這樣人生無聊 你的人生需要改變 RC200T是你最好的選擇 沒有我在跟所有觀眾朋友講 不是阿呆啦 我在阿呆買不起 我不會叫阿呆買的 你知道嗎 一不小心我又要接阿錢 我認到沒 媽的我不是神經病 哈哈哈哈 好不好 我在跟這個觀眾朋友說 有時候人生是需要改變的 如果說你這個真的單身久了 真的嘗試一下雙門的車子 出去呢 會讓你有不一樣的感覺 那這個我做個總結好不好 剛剛講了 這個車從外觀 到你開上門 到實際開起來 有不同層次的一個感覺 是一台很有層次的車子 但是我給他的評價喔 今天鹹風鹹啊 什麼前體制啊 什麼觸碰面板啊 那我覺得鹹風鹹 基於外觀來講 我就覺得它是一台很好的車子 第二個 基於它的廠牌來說 我覺得它就是會是一台 不難照顧的車子 基本上我覺得這兩點已經夠了 再加上第三點 因為它的廠牌的關係 它的保值性也會很好 市面上真的販售的車子不多 我坦白說 這個買進的價格 無從查證 我當初在收這一台車的時候 沒有任何可以參考的資料 因為我不知道我們播出的時候 還有沒有 但是我那時候 在做功課的時候 網路上只有一台3500個在買 而且我記得 我們這一台是跑37000公里 那開價 我記得是148萬 跟大家分享 坦白說我也就是 造成那台3500公里的價格去開的價格 我也不曉得這車該是值多少錢 好啦 那今天這個RC200T 我每次都會怎麼RCF ISF我真的搞不清楚 好今天R 好今天RC200T的影片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現在不能導揚了 導戰看不到 對啊 你不要跟他講我們自己看得到 他們還是會按得很爽 因為他想說 幹我真的按這裡看得到 有沒有 會不會 把這個人就這麼無聊 它這個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雖然是一台雙門的車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它不會讓你在車上 有一種悶濁的感覺 有一些雙門車 你從上車到 在裡面做任何動作 到下車 你都覺得 喔幹很悶濁耶 對啊 有沒有 這就很寬敞 對不對你有沒有發現 所以我就說這台真的是 升級的TOYOTA跑車 我以前常在講一件事情 你給我一個特色的引擎就好了 Vios的引擎就好了 你把Vios弄成雙門跑車這樣 我就買單了 你要的就只是雙門 對 就雙門流線 Vios引擎我OK 像以前歐寶有一台車叫Tigra 它就用了一個很一般的引擎 就是1600 那時候1400 1600的自然進氣引擎 可是它就做給你一台小跑車的樣子 那就賣很好了 我就會想買了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可能 因為我一直在猜測這件事情 後來我發現可能是 喜歡雙門車的人 畢竟還是算是少數 可是我真的覺得一個小跑車 我可以再舉一台例子 還有一台車是那個 以前 馬自打有一台叫MX3 你自己去網路找照片 你有聽過MX5對不對 你不知道有台叫MX3對不對 那時候用的是福特的那個 1600里亞塔的引擎 里亞塔你知道嗎 不知道 等待我最真的愛 你愛他 你愛他 不知道 你愛他 不知道你愛他 你愛他我就不知道 好 它就用那種引擎 做了一個小的Cube的小跑車 我跟你講我就會想買 真的 我現在在我們的影片徵求 如果MX3要買 留言 私訊 我一直還沒有機會買到 真的啦 你去查MX3也很可愛很漂亮 好 所以我覺得 這個車就很符合我那種 好照顧簡單 開起來舒服 坐起來舒服不貴 當然它本身是貴的 我說如果它能不貴更好 就給我一個雙門跑車帥 好不好 掰掰 好 好啦反正這個 我想一下 到底刀得放在那裡 欸現在尷尬的時候就可以上這首歌欸 我覺得還不錯 冷場的時候就上這首歌 可以吧 可以啊 還在風頭上 希望我們播出的時候 風頭上還有 這樣會不會夭壽 很夭壽啊 但我也覺得應該還沒過啦 真的嗎我覺得好像過了吧 好我們看下個禮拜風頭過了沒 還是輪到誰 喔 沒有那麼多東西爆 好男人不多了啦 大概就是它剩下這個這個這個還有這個 好啊待會兒把那個圖屁出來給大家看 好不好 所以這個最近我其實很困擾啦 就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說自從王力宏這個事情發生了以後啊 那很多人就說 你不要看那個男的長的帥 其實都很花心 我告訴你不是 真的 像我我就不花心 好不好 不要誤會喔 好不好 不要以貌取人嘛 你看我 我這麼專情 不是這樣的女孩子們 好不好 好男人還是有的 好啦那喜歡影片記得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阿會員頻道訂一下 會員頻道快倒了 哈哈哈哈 會不會有那種史上最快 會員頻道開一個月就倒的那種 會不會有 感覺 感覺有機會對不對 快撐不住了 感覺有機會喔好不好 好會員頻道話得了得喔 好下次見拜拜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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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